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怀疑胆时症 当我们怀疑自己有胆结石的时候 为什么首选B超检查 我们现在说的都大部分采取 采摄超声 就是采超 B超检查 因为B超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无痛苦无创伤 而且操作简便 而且能够多次重复检查 这样的一个检查仪器 这种仪器 我们说是相对于其他的临床检查 包括我们就做腹部的瓶扫或者CT 那么他们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射线风险 所以说B超检查无痛苦无创伤 而且能够重复检查 另外B超检查 它价格地点图像显示也是比较清晰的 报告结果也是比较迅速 那么在胆结石 胆管结石肿瘤 男性病变诊断以及耕阻性荒胆 这个见鼻诊断方面还是临床 一直认为是首选的诊断方法 还有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B超也并非万能的 在B超检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假阳性和假阴性的结果 所以也有它的局限性 因为我们知道 在做B超检查的时候 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如果是当我们胃肠道气体比较多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会掩盖我们检查的结果 所以在B超检查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检查方式 包括CT等等其他的检查方式 那么不管选择什么检查方式 B超首选其他方式的辅助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给它一个明确的诊断 在我们临床中 还是要根据病情来选择最好的最佳的检查方法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